和弟兄姊妹平安 就我們來說 家老弟兄席了地方的老土 暗示在主土 但是在我們的感覺上 是非常的難過 但是我們都聽到的 家人和弟兄姊妹的見證 我們都知道家老弟兄 他是一個醫生 他是一個人心人術的統一生 在主裡 他是一個中性的神的統一家 把神的生命 分辭到弟兄姊妹裡面 所以呢 他是一個不同的榜樣 非常值得我們確實 那我們在這裡 這個來讀幾節的聖經 來緬懷他 來追思他 那第一處 我們是不是一起來練 就是天沙盧一家 前書四章十三到十四節 是在你這個後面 三道獨尊起來練 萬一睡了的人 弟兄們 我們不願意你們 無知無事 恐怕你們憂傷 像其餘沒有盼望一樣 因為我們這死而復活了 神也必照樣 將那些已經 藉著耶穌睡了的人 與他一同帶來 在列經上所說的是 他不是說睡的 他不是說死了 是說睡的 睡的意思 他還要醒來 但是呢 繼續他在講說 為什麼他會醒過來呢 接著他講說 因為我們若信 耶穌死了復活 神也必要 照樣將那些一起睡的 也必不帶來 那是說 他有一個關鍵 這個意思叫做信 信 信 主耶穌 那信的意思 就是接受 相信 我們的 老家 弟兄 他在民國四十五年 大約就在他二十五歲的時候 就是相信 信入 進入 我們主耶穌的名裏 成為 我們的弟兄 所以呢 他在他的裡面 有一個神聖 永遠 不衰成的生命 所以到那日呢 他還要與我們一同 相見在榮耀裡 好 那我們接著看 跟維西書三章四起 我們一起來練好嗎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他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與他 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這裡告訴我們 神的叫 顯現在榮耀裡 神的叫做榮耀 我們知道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照會是我們的生活 阿妹 就在 生活裡 能夠活他 獻耀他 他的所事 要成為我們的所事 他的所作 要成為我們的所作 阿妹 所以他是一個主觀的經歷 阿妹 我們就 講弟兄 他是一個名義 應該高高在上 受人的追求 但是呢 我們在見證裡面 我們得知 他在 這個 暗夜 這個 開刀 就發現這個病人 缺少了有骨頭 他就馬上 到現場去 保養骨頭 叫回來 哇 這個真是神的彰顯 阿妹 阿妹 所以他在他的神性名彰顯了 他在人性名彰顯了 神聖的人 阿妹 所以到那日 是 耶穌 我們的基督 一顯現的時候 他要 與他 一同顯現 榮耀 給他 阿妹 好了我們接著來看看 這個 就是在於說 我們知道 阿 賈仲羅 老弟兄 他的一生 過得 這麼的 有價值 有意義 又一樣的榮耀 我們是不是也想要說 跟他一樣呢 所以 這就是 就是有一個什麼 就是有一個抉擇 或是一個選擇 人生是在於 你怎麼樣的選擇 就有 怎麼樣的節奏 阿妹 好 那接著的經節 就是跟我們的選擇有關了 我們看一下 這個 詩篇 九十篇 我們請來練好嗎 七十一歲 轉眼睛 七十歲 若是長壯 到八十歲 但 是 我所激誇的 不過是 老苦 仇煩 轉眼成空 我們便 如飛而去 求你 使我們 再早晨 保得你的慈愛 好 叫我們 一生 歡呼喜樂 所以 這裡說 我們的一生 是非常短暫的 有一個說 人生就是一張紙 出生 是一張紙 就是 我們的出生證明 就開始了一輩子 那我們的 畢業 也是一張紙 就開始奮鬥一輩子 那我們的婚姻 也是一張紙 結婚證書 但是呢 就是折磨一輩子 我們的奏官 也是一張紙 就是 是一堂紙 那我們的金錢 也是一張紙 就辛苦一輩子 那講到了我們的榮 我們的外面的虛擰 我們的榮運 也是一張紙 但是卻是虛擰一輩子 那到了這個 慢慢到了晚年 並肯定也是一張紙 但是呢 也就是痛苦一輩子 最後 我們到哀喜的時候 也是一張紙 就是 道願 也是一張紙 就結束一輩子 難道這是我們的人生嗎 就是 除了老虎仇環 沒有其他的嗎 但是 詩經 詩天 並沒有停在這裡 我們還要再強調一下 求你 使我們在早上 保得你的慈愛 好 叫我們的一生 歡呼喜樂 那怎麼轉的呢 其實 就是在於選擇 選手選擇什麼 那甚好就是什麼 神的色情 這就是一個關鍵 我們接著看一下 這個傳道書一章 他們一章二 第二節 十八節 以及三章的十一節 我們一起來念好嗎 傳道者說 虛空的虛空 虛空的虛空 凡事都是虛空 因為多有智慧 對 就多有仇煩 傳道書是 以色列王索文文 當他墮落一開始之後 他對於這個世界 墮落敗壞人生的 這裡的一輪寫照 這是一個寫照 所以呢 這個 還好 我們知道神造人的時候 他是按照他的形象 照他的樣子造人 要我們代表他 要我們彰形他 所以呢 他就將這個永遠 就是這個永遠值 安置在我們裡面 所以呢 這個物質的事情 雖然可以得到我們滿足 但是那是短暫的 那是沒有辦法讓我們真正的 得到這個安息 為什麼呢 我們是人的氣 我們是人性的氣 要成裝神 要讓寶貝端到瓦氣裡面 我們才有那個安息 我們才有那個平安 所以從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賈弟兄的這一生 他是民營 應該是在 是人生的聖體主 但是他得救之後 卻是與同學跟他的同事 一同聚會 一同傳福音 所以呢 我們更知道 他結婚之後 也帶他的所有的 他的這個兒女們 都一同來聚會 而且是 他是一個 我們會不會覺得 他在生過的 有沒有虛空啊 有沒有老虎周煥浪 他比 一般的人過得更充實 更喜樂 為什麼呢 他是一個 有主的人 他常常喜樂 無助的禱告 凡事喜樂 這也就是他常常勉勵 他的兒女們 講的那句話 說不要灰心 要常禱告 要讚美主 感謝主 他就是那個聖體 所以我們看看 得勝者 是有什麼 美好的 這個經歷呢 我們就看看 庭多泰 第五處的經節 庭多泰 後書 四章 七到八節 那我沒有的證 我已經跑過了 我已經跑進了 我已經跑進了 當時的信仰 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 有公義的冠冕 為我存留 救世主 救世主 不利的審判者 那日要賞賜我的 不但賞賜我 也賞賜 凡愛他顯現的人 所以 我們知道 家老弟兄就是一個聖者 他為神的 我的利益 打美好的戰 為蜀天奔跑 蜀天的賽程 也守住那個信 所以呢 有榮耀的冠冕 為我們會先存在 作為一個醫生 他是全心全意的 來醫治他的病 作為一個 在主裡面的中性的管家 他是怎麼來 天天 禱告 讀經 讀誠心聖言 然後呢 哪個主日 他去會 然後重復你 所以在他的裡面 就有那個把握 所以這個把握是什麼呢 就是要 從主得多獎賞 有公義的冠冕 我們為我們弟兄存留 阿們 阿們 我們是不是非常羨慕 這樣的生活呢 阿們 這樣有人生 或者這麼有意義 有價值呢 阿們 好 我們就看看 我們怎麼能夠 像他一樣 或者有價值 現在我們看史中行傳 二十六章 到他們那裡去 叫他們的眼睛得開 他倡視您龐監 彥為 這手 是 真正恩 向這日在 阿们 祂的财宝继续在天上 而不是在地上 是何等的有价值有看见 所以呢 有两个转 这里有转到两个转 我们信录主有两个转 一个是从黑暗转到观众 第二个转是从沙道全向神 就这呢 这两个转 怎么转呢 就是不求主义 接着我们读罗马书十章九节 你救赐你若狐狐狸任变许耶稣 耶稣 是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 救必得救 我们已经复求主义三世了 我们现在在复求主义三世了 阿 主耶稣 阿 主耶稣 阿卢 厌老弟兄止 以我们 рас世了 离别 到那日 我们还要 与我们老弟兄相见在网友แล 阿们 阿们 相信茶老弟兄 又ы 祂也在我們盼望 希望在座的每一位祂被迫救的都能夠信入主 歸入祂的名校 愿主耶穌基督的恩 神的愛 聖靈的交通 如人 眾人同在